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執行總編輯許紹基 杭州第十九屆亞運會正進行得如火如逃 剛剛過去星期六晚 如果有收看開幕式的人 相信一定會被震撼到 整個開幕式的情況及內容 在這裡我不打算重複 因為單靠我的言語 是絕對不可能 將這麼精彩的一次開幕式 向大家再一次呈現 在網上還可以找到相關資料 今次杭州亞運會的版賽理念 開宗名義是主打 綠色、智能、折劍、文明 理念及目標是這麼清晰 但仍然會引起逢中必反的 美國代理人媒體的不滿 其中長期針對中國 惡名超章的自由亞洲電台 就在網上發貼 質疑杭州亞運會焰化造假 聲稱大批民眾在場館對岸 等候觀賞焰化會演 結果所有人都失望而回等等 同時又在貼紙上加上財政危機的標注 明顯是想混淆視聽 令人聯想到亞運會開幕式採用數碼煙花 是因為中國無錢放煙花 杭州亞運會不放真煙花真是造假嗎 答案當然不是 首先我要重申 今次亞運會開宗名義是主打 綠色、智能、折劍、文明 中央電視台早在9月19日 亦即是亞運會開幕式前報道 指出本屆亞運會和歷屆大型賽事開幕式不同的一點 是全程不然放煙花 開幕式總導演、總製作人沙曉南 在央視的報導中表明 在很多觀眾的印象之中 對大型體育賽事開幕式來說 盛大的煙花表現總是壓軸的保留曲目 然而沙曉南在接受專訪的時候已經坦然 對於取消煙花延放製作組下了很大的決心 她當時已經解釋 只要放煙花 空中就一定會有煙塵粉塵 就會有污染 不放煙花正正是要向全世界表達環保的理念 沙曉南補充取消實體煙花延放的環節 是秉承綠色、智能、折劍、文明的亞運會辦賽理念 在開幕式這種最受關注的時刻 將環保的理念傳遞出去 而不是延放實體煙花 並不意味著杭州亞運會開幕式精彩的程度會打折扣 團隊推陳出身 用科技力量呈現更好的視聽效果 通過數碼科技 利用3D動畫、AR技術等等 將煙花展示在電視觀眾和現場觀眾之前 一早已經表明不會有煙花 有關安排落到美國代理人媒體的手上 竟然都可以變成造假 不是那麼荒謬吧 沒錯就是那麼荒謬 美國政客和他們的代理人為了抹黑中國 的確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當然縱使證據確鑿事實擺在眼前都好 但是別有用心的人仍然都會質疑 說一切都只是大會躺塞之詞 中國肯定是因為經費不足 所以就不放煙花 這種說法又有沒有根據呢 當然是沒有 事實上為了貫徹環保的理念 今次的杭州亞運會確實花了不少心力 以火光紅紅照亮亞運會的主火具為例 資料顯示主火具使用的燃料是零碳甲醇 這個不單在這個亞運歷史上的第一次 在全球大型體育賽事上也是首次 零碳甲醇簡而言之就是這個燃料的製備過程 零增碳 即使生產甲醇到燃燒甲醇 產生消耗的二氧化碳量都可以實現完全中和 不會增加碳排放 我知道自己對於美國代理人媒體抹黑中國的內容 實在不應該太過賞心 但我認為在美國主導的全球抹黑中國工程之下 這些事實都還需要有人講清楚 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 中國在環保和氣候問題上 一直都採取非常負責任的態度 西方媒體經常批評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 每年的排放量遠超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 但就連《紐約時報》亦都認為有關數字 並不能歧視全貌 該部在今年7月20日的一篇報導指出 自從1850年以來 中國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是2840億噸 但美國工業化是遠足於中國 它的總排放量幾乎是中國的兩倍 達到5090億噸 而在氣候談判之中 總排放量是被視為問責要點 歷史排放量更高的國家 是需要在應對方面承擔更多責任 再者中國的人口明顯遠多於美國 《紐約時報》引述經濟顧問機構 榮鼎諮詢的分析 指出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耗量遠低於美國 中國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大約是10.1噸 而美國即是17.6噸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巴黎協定中承諾 去到2030年將會達到排放風值 更加保證將風能、太陽能和核能等 非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到25% 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加早已經表示 中國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國在綠色和環保上的決心非常明確 而今屆杭州亞運會在很多細節上 亦刻意要實現綠色的理念 綠色和環保由此至終都是中國的核心理念 美國代理人媒體抹黑杭州亞運不放煙花是造假 只是再一次凸顯它的虛偽和無恥 並且再一次醜出國際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明晚見,拜拜